大家好,欢迎来到雷人视频 大家肯定都有发现,现在的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 一百块零钱装在钱包里,还没花就没了 逛超市只买了一点点东西,动不动就要好几百 但是一百在印度却非常值钱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一百块人民币在印度可以买到多少东西 首先一块钱人民币大约等于10卢比 一百块就相当于一千卢比 所以人民币在印度还是很值钱的 印度的牛肉大约90卢比一斤 换算成人民币也就是9块钱一斤 牛肝也很便宜,只要5块钱一斤 鸡翅6块钱一斤,比国内便宜很多 甚至一包乐视薯片只要2块钱 牙膏和肥皂是1块钱一个 海鲜倒是挺贵的,一斤仓于52块人民币 一斤虾是25元人民币 不过跟国内也差不了多少 服务业就更便宜了 街边理发店剪一次头发才3块钱 有意思的是 印度红灯区的价格便宜到让人感觉是白送的 每次只需要50卢比 也就是说5块钱一次 这5块钱放到中国 估计连个杜雷斯都买不到吧 看来6块钱麻辣烫13次的传说 在印度真的可以实现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便宜 可能是因为印度人口太多 物价普遍低下的原因吧 由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100块人民币在印度等于11斤牛肉 加50包薯片 加33次理发 再加20次不可描述的服务 就问你服不服? 印度人上厕所为什么从来不用指而用左手? 微信关注米尔军事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印度 看印度人民如何颠覆你的世界观 印度普通打工一族的人均工资 大约为2000元人民币 更低的甚至还有500块钱左右的 印度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无业游民 贫民窟比比皆是 大街小巷脏乱不堪 牛粪满天飞 人民生活水平与我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没法比 所以印度这么低的物价也就见怪不怪了 与印度比起来 中国简直就是天堂 我们的城市化越来越快 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全民共筑中国梦 这是一个印度平民想都不敢想的 三百姓的日子